穿着一身的未来净装 名模隋唐这次呢 以cosplay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 借由代言游戏的机会 也让想要拍武打戏的隋唐 小小圆了自己的武打梦 代言游戏的隋唐 穿着一身的未来净装 看起来帅气十足 不过为了穿上这身装备 可是让隋唐吃足了苦头 半个小时期嘛 大概穿了40分钟 因为你们身上 看到我身上每一个零件 都是慢慢慢慢装上去的 然后最后还要缝上这个LED的灯 所以它是一个还蛮大的工程 然后穿了以后 最麻烦就是要上洗手间 因为还是要把一件一件拆下来 所以我是有一点点 想要上厕所的感觉的时候 就要赶快开始脱了 要不然到时候会来不及 之前就想要拍武打古装戏的隋唐 趁着这次代言的机会 小小的实现了自己的武打梦 因为我之前说想要拍武装片 其实我不想要拍像小龙女 还有比方说像杨子熊 他们那种比较动作的 我觉得那个很帅气 可以耍剑啊 或是有一些功夫的 武打的那些动作 是比较我想要做的 武装系的类型 新唐亚太电视曾奕豪 台湾台北报道 我跟着我说的 不顾充满 就会变成了